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张良中国 我现在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烟台 现在我来到了烟台火车站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今天还下着雨 这个视频我将跟大家分享烟台火车站的现状 我们来看一下烟台火车站的外观造型 这个造型叫城市之门 采用彩虹巨拱造型 马鞍形钢结构 非常的大气 烟台火车站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车务段管辖的客户一等站 也是南烟铁路、龙烟铁路、青龙城际铁路、青烟直通线 与烟龙联络线的终点站 烟台火车站历史悠久啊 建于1958年 烟台火车站分为南北广场 我现在是在南广场 烟台站站房占地48828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82544.81平方米 烟台站站台规模是五台八线 今天由于下雨啊 烟台火车站的客流量非常的少啊 烟台火车站站房的设计 郁郁的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整体的感觉 气势宏大 这个站房设计 最高寄居人数为6000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烟台火车站的阿城啊 这个设计非常的棒啊 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 从这个视角看一下烟台的城市建设 真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城市建设非常的气派 这有几个老外啊 客流量非常的少啊 确实很让人意外的 这边还有供旅客休息的椅子 这点非常好 这边是西扣车市 我们换一换进站口的人流量 大不大 基本上没有什么旅客进站 这边依稀还有几个旅客 在等扣火车 进站要求还是相当严格的 要核酸报告才能进站 扣车市的旅客也非常的少 这边是售票厅 扣票厅的人也不多 稀稀疏疏疏 几个人 这边就是北广场啊 我们到北广场去看一下北广场的情况 这边是出站口的一个情况啊 出站口的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但出站非常的严格 一定要检查行程码 和做核酸检测 才允许出站 烟台火车站 是连接东北与华东的交通枢纽 这个贺量挺让人意外的 烟台站的城市之门 马鞍行钢结构 被评为2008年度中国钢结构金甲 这里就是山东烟台火车站的现账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让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